阿滾 上課囉 歡迎大家回到 今年台東 日文登場歌曲的下半場 我們下半場呢 繼續也會有一些 日文翻唱的歌曲 即將要唱給大家聽 那接下來這一首歌呢 大家一定耳熟能詳 當我講到第一個字 你們一定猜得到下面兩個字 紅 你看是不是 紅蜻蜓 好那我們邀請到 這位要上台演唱的是 那個 他叫做 志偉哥哥 志偉哥哥 志偉哥哥很帥 欸有人 我們先掌聲歡迎志偉哥哥 你已經有粉絲了 志偉哥哥你好 你乖一點喔 你別人在心裡 欸怎麼可能 志偉哥哥 嗯 好啦 那 我待會請你一瓶飲料 這樣這麼熱情 我們今天是那個 抒情辦 因為 吉他手跟鼓手都還不在 欸 我們先聽圓曲 好我們先聽圓曲 黃蜻蜓 欸大家知道蜻蜓的台語怎麼講啊 蟬音對不對 你們有發現 就是我們很久沒有看到蜻蜓這件事 以前小時候那個草地上 蠻蜓跪有 現在就 連那個鬥娘都看不到 鬥娘他知道很細的那個 鬥娘 欸 很細的什麼 很細的 欸他也算是蜻蜓吧 算嗎 鬥娘啊 鬥娘大家知道鬥娘嗎 鬥娘啊 就是那個 黑色斑點的 黑色白色 你們有看下昇瓦射嗎 欸 有對不對 有一個在 描述那個蜻蜓 蜻蜓的一段下昇 所以說 就像這種 身體紅紅的 襯著這個 哀怨的 哀怨 底下的這種叫 紅蜻蜓 然後那個 身體藍色的 在大銅路上 我們叫藍蜻蜓 然後 身體那個 就是 有那個虎般的 虎般的 我們叫他 老虎蜻蜓 那有一種是 身體很細的 然後他也有虎般的 我們叫他什麼 就是鬥娘 就是鬥娘 他就是鬥娘 他跟老虎就沒關係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 帶來這首 紅蜻蜓 好感傷 不知不覺就長大了 小時候 小虎隊 還在南京路那邊 不斷的翻根斗 後來 要當兵的時候 吳基隆的手不脫臼了 還 過了那個年齡 他又把他借回去 後來 就這些偶像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視野了 這應該是 算是伴隨我們長大了 背呀背呀 看大紅色晴天飛在藍色天空 又吸在風中不斷追逐他的夢 天空是永恆的家 他依舊是他的王國 很像是生活 我們的童年也想追逐 掙扎吹來的風 也吹流了家 那滿地牲口 紅色的晴天是我小時候的小小英雄 我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等 然後 越來越多 我力感觸越來越少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長大了 紅色的蜻蜓 你可是 也在我歲月慢慢不見了 我們都已經長大 我們都已經長大 好多夢正在飛 紅色的蜻蜓 我們都已經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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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夢還要飛 就像現在 心目中 紅色的蜻蜓 anchor 你不要有的 remo 我連蜻蜓 別在不錯 我連蜻蜓 就 направ了 悲伤是生活 我们的童年也想追逐成像吹来的风 轻轻的吹着梦想慢慢的生活 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眼球 多希望有你健康和他一起睡 在幻想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上下了 红色的蜻蜓曾经合适 在幻想越来越漫漫不见了 我们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站在飞 就像童年看到你 红色的蜻蜓 我们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还要飞 就像现在 青木中 红色的蜻蜓 我们都已经长大 好多梦正在飞 就像童年看到你 红色的蜻蜓 就像童年看到你 红色的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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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不行我脫舊了 我脫舊了 好 那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志偉哥哥 他是我們鐵花生的工作人員 那剛剛那個 那個園區 有點 有點那個怪怪的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搜尋 紅蜻蜓的原版 很好聽 為什麼要笑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繼續歡迎的是 來自 鐵花生的 村長 那我們其實 鐵花生的村長呢 除了要掌管 我們鐵花生呢 還要為能歌項舞 那除了主持呢 還要幫我們 就是保護這個整個鐵花生 像是如果有鬧事的 或者是 大大小小非常多 事務呢都要 村長都要非常的 嚴格把關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村長有選了兩首歌 也是非常耳熊能詳的 第一首你要 但是現在 可能會有 兩首歌